幹真的把他走上 坐下 握手 下巴 我原本以為到坐下你們應該就不會再笑 可是你們一直笑我就想要接下去 欸這一次帶去要熱死了啦 好啊都坐下大家坐下大家坐下 坐下 放餅乾在鼻子上面啊 那個我家的狗會然後就等 然後他要吃 欸不過我發現這件事情欸 阿哲坐下 你不要在這邊偷表阿哲 可是剛剛因為一臉聲開啟了 雞娃娃這個話題 就是 算了我還是不要出賣朋友好了 好我好像講喔 講啊 可是這是關於小秋的笑話欸 說啦 說啦 小秋 說啦 小秋 對 就很久以前我剛認識阿昌他們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很廢 就是晚上都會去阿昌家打電動打麻將 然後就 打比賽之類的 那那個時候我這個才剛認識大家 我就像個小老弟一般 對 然後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買了枝多絲去阿昌家吃 那時候阿昌有一次吉娃娃 欸不是 欸是吉娃娃嘛 對是吉娃娃叫老輝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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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吃一吃的時候 那個那 就有一塊餅乾掉在地上 就這時候那隻吉娃娃就要衝過去來吃 然後在我旁邊的大班鼠就馬上就 然後我以為大班鼠是為了狗好 就不要讓牠吃人的 結果當然就把那餅乾撿起來吃 然後我其實下去的時候 還用不以為人的表情看著我說 欸還好吧 東西掉了三秒鐘才吃吧 我就說 這個我懂 但是我的點是 你跟你是吉娃娃搶食物 那小丘咧 小丘是誰 大班鼠是誰 對啦我剛剛講的是小丘啦 不是大班鼠啦 我插個話喔 你在這最後時刻 只是想要偷表一下小丘為你 天啊 其實蠻多人都想表一下 好啦 就講認真的 因為其實本來在練團的時候 我就跟大熊說 不要有這一part 因為我實在是覺得太噁心了 對 但是 所以我那個時候想的還是就是 OK 走啦 掰 然後就這樣 好啦沒有啦 就是 欸 就 加入庫克真的很開心 但開心的點不是說 不是像以前自己的夢想 那是覺得玩樂團一定要大紅大紫 然後 然後 之類的 現在長大的發現 幹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 做了庫克 做了兩張專輯之後發現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尤其是 這兩場表演的時候 就發現 很多迷妹 就是 我不要哭 就是 有你們大家真好的 就是這個過程就是可以認識台下所有的人 就是 對我來說之後 我離開之後 好 這是